这一次大陆演习 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 进行军事的演训活动 有些新闻媒体说 这次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机 军方发布的影片 标题叫做坚韧之岛 有人喊出同岛一命的口号 呼吁重视全民国防 有些人老神在在 不知道老谈怎么看 我们频道主要是在说 1949年前后 既然这个时间点有人喊出了 也就提到了同岛一命 所以我们就从这句话来看 1949年之后 在两岸军事对峙 紧张的时期 曾经发生过真实版的同岛一命 那就是第一次台海危机 所发生的一江山战役 那个时候一江山的事迹 被高度的报道 最有名的是在开打之前 指挥官王生明 带领弟兄150人写的写书 在苦战之后 王生明最后向大臣防卫部通话表示 要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 随后就引爆了手榴弹 在1955年1月22日 那天的报纸说 守军720人全部的赚列牺牲 都达到了最后一个人 现在虽然说很多人 都已经不知道一江山 可是在这个不到 两平方公里的小岛 它所发生的这一段事迹 却影响台湾非常的大 这720名的守军全部都战死 这还真的是同岛一样 那个时候的媒体说的 一江山战役老谈有访问过 我知不知道这段历史的一些老兵伯伯 我没有访问过 不过有访问过差点上去的老兵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大城岛 像是有一位耿道兵耿伯伯 他说他们那时候在上大城 用望远镜来看 却无法睁远 眼睁睁的就看到一江山的陷落 那个时候一江山失守之后 在上面的炮火 就可以直接达到大城 蒋介石本来是要计划继续的坚守大城 可是因为这里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自海权也没有自空权 所以国防部长余大为 那个时候就劝说 不可守不能守不必守 就是要把兵力集中在金门马祖 后来老蒋终于改变了新意 执行的金刚计划 在1955年的2月 由美国第七舰队来协助大城岛上面的居民 还有国军撤退 这个出现同岛一命的一江山战役 发生在第一次的台海危机 对现在的人来说 尤其对我们来说 也应该蛮陌生的 是不是有相关的史料书籍 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段战役 1949年之后 国共在大陆沿海的一些小岛 就是互相有攻有守 可是真正做到同岛一命的 或者说多数人同岛一命 大概就真的只有一江山战役 所以那个时候军官很罕见 印行了一本很厚的书 一江山殉职将士忠烈录 真的是很厚的一本 从指挥官到小兵 把每一个人的照片 还有他们的籍罐 全部都记录下来 我们如果有机会翻这本书 你会发现到这些基层的士兵 绝大部分都是浙江人 这本书提制的是罗列上将 是王生明他以前在大西 在西刊打游击的长官 我们前一集提到建村的由来 就是当年新建建村 有换取军队忠诚度的目的 让前方的将士可以安心 所以一江山失守之后 立刻在今天的新北市中和这个地方 新建了一江新村 来给遗属居住 同时蒋壮美林也新建了 设置了华兴游院 来照料遗故 同时为了纪念指挥官王生明 在高雄凤山陆军官校的旁边 也有一条王生明路 台北华兴玉游院 养德大道下来 就可以直接接着自成路 这也是纪念王生明 因为他的字是自成 我很好奇 军人殉职应该是要 我们的确是要给他高度的尊崇 但是其实很少见到军人 是南北都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而且还是主干道 像王生明路我们知道 他就是在陆军官校 凤山布校那个很重要的 我在布校服役过 规格如此之高 其实真的是很罕见 因为一江山战役 它的规模虽然不大 时间不长 台湾说历经了61个小时 又12分钟 大陆是说18日发动 19日结束 可是对国共两边都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在一江山战役结束没有多久 同年的1月29日 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福尔谋杀法案 授权总统艾森豪可以出兵保护台湾 还有周边的岛屿 接着在2月9日 美国参议院就又通过了中美共同环育条约 王生明将军的儿子王英文 他已经过世了 在生前的时候曾经说过 这场战役证明了中华民国的部队 有这种奋战的精神 战到最后一兵一组 自才感动了美国 用这么多将士的生命换取来当时的美元 对 那这样子会不会牺牲太大 天底下没有要别人免费替你流血的这种事情 第一次台海危机 台湾因为有一江山的牺牲 所以得到了美国的政治的协访 那因为一江山在开打之前 蒋介石召开了军事会议 据说所有的将领都反对派一千多人 去守一个在军事条件上面 根本不可能去反守的岛屿 那老蒋听完之后 他就说你们考虑到的军事因素 我都考虑了 可是我考虑到了 你们通通都没有考虑 随后就做出了财势 说守一天台湾的人可以人心振作 守两天我叫共匪善的 守三天我叫白宫可以翻过来 也就是对国民政府的印象可以改观 第二次台海危机 也就是823炮战的时候 我们之前做过一集 也就是第23集 里面我们有提到 福连将军曾经侧面去得到了美国这边的态度 反映是战争一起的时候 必须要中国人先流血 那这边的中国人指的是那个时候的国君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会讲这种话 其实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在那个时代是真的有流血 可以这样说 客观来说 那个时候流血的原因 不只是为了保胎 也是为了要打回故土 所以一江山战役 官方正式宣布陷落的第二天 报纸刊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讯息 他说因为有建议台海紧张 那个时候联合国建议 就两边停火 可是台湾这边说我将坚决反对 而且还说会尽力的照料一江山的遗属 不过过了60年 到了2015年 国防部那个时候曾经举办了一江山战役60周年的纪念会 那个时候马英九也有出席 还出了一本书 是纪念一江山战役60周年 这本书有一个副标 是爱与和平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从坚决反对停火到爱与和平 又到现在的台海第四次危机 可以看得出来两岸的这种变化 其实是令人非常的有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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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